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我们不需要的 例如说 我们只需要一件衣服啊 那你说要替换 那顶多两件 那再要替换 顶多三件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买了十件 二十件 甚至一百件的衣服 那你觉得那些衣服都是我们需要的吗 当你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本身哦 一定有一个根源的状态 是你拿不准或你很困惑的地方 今天这个问题可能在于哦 你还是在探讨 你在购物 你要花钱 你这个钱花的对不对 所以在花钱的这个考量里面啊 到底什么是需要性的花钱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红豆泥抽的这四张幸福卡 你们可以想一下 现在我好想买那个东西哦 还是我想要花一笔钱 那你买这个东西或花这笔钱的时候 哎 你的需求是什么 好 一二三四 指引 你选几 我选三 好 我们看看选三的朋友 代表什么 选三 选三这张幸福卡叫做伪装 好 其实啊 我觉得指引可能过去有一段时间 觉得自己要买很多东西 那是因为别人也有买 他有买包 我也想买 他有买车 我也想买 所以其实也不是物欲 也不是需不需要 其实根本也没有需求 那你常常会发现 你学别人买了包回来 嗯 没什么用 你即便买一台车 哎 你们没在开 你如果去报名学了一个什么东西 哎 你也没有真的认真学 好 所以其实你还没有找到自己 真正花钱的欲望 或花钱的需求 于是你更容易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那所以要不要承认自己 坦白讲也没什么物欲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所以这样就不困扰了喔 对不对 大部分的时间都不需要花钱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四的同学 选四这张幸福卡叫做金刚金 你现在所要花的钱啊 或要买的东西 跟投资有关 好 可能你要学习 你因为要去做什么 你必须要学会这个东西 那你就得缴学费啊 花钱 或者你想开公司 那开公司 你开了公司之后 要买那些身材器具 都是一种投资 所以你现在花的这些钱 跟投资有关 那你就要往投资的方向去考虑 有这个需求 那肯定必须花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需求 还要花吗 这个当然就从投资的经济效益的考虑 去考量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一的同学 选一这张幸福卡叫做公平 你所要买的东西 已经超过需不需要的范围了 就是它可能会带给你 花钱的风险 财务的危机 那现在哦 这段时间是你要整顿 自己花钱的逻辑跟方式 还有模式的时候了 你要衡量一下下 现在不是去考虑想要跟需要 而是你花钱的模式 应该是有问题有状况要检讨的 好最后我们来解答选二的同学 选二这张幸福卡叫做同伴 恭喜你们 其实你们很明白自己 每一次花钱都是一种享受 所以你的需求就是享受 你想要享受什么 你就会去购买 就会去花费 那这是一个很舒服的花钱的方式 好所以很重要的 请大家要学会 不要把花钱啊 购物变成一种心理负担 所以问今天这个问题的朋友 可能你已经把购物跟花钱 变成一种心理负担 你就会变成每天碰到花钱的问题 你就会很痛苦 花钱常常是一种滋养跟享受 舍得给自己花钱 也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生命课题哦 你要学会 舍得为自己花钱 舍得花钱在自己的身上 这是爱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加油GoGo 红豆泥抽幸福卡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 如何让每一个人呢 生活的更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